我之前也沒有那麼喜歡牛肉麵 因為對我來說有一點淡的口味 跟拉麵比起來吧 然後找到這裡之後 對牛肉麵的印象完全改觀了 這個是很濃的口味 跟其他牛肉麵不一樣 真的有一點點的辣味 然後口味的感覺 而且它這邊肉 超大一塊的 超爽的 很嫩 很嫩 真的很嫩 嗨 大家好 我是一個吃的一室 今天我要拍外國人在台北最愛的10家小吃店 今天我要介紹給大家的是 真的我很愛的小吃店 然後我之前也常常吃 然後其中一個是 我這三個月吃過了60次以下 超誇張是不是 超誇張的 還誇張的 第一間是 超棒 鮮肉 蛋糰烘的我 對蛋糰超級嚴格 我吃過很多蛋糰 但是我覺得這邊的蛋糰全台最好吃 你看這樣 很Q的 好吃 很好吃 這個是橘色蛋餅 但是外面很Q 然後裡面的橘色超級多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辣椒啊 感覺跟其他的不一樣 就是清爽的辣味 超好吃 很配的 然後再來是 蘭美乳酪吐司 這個也蠻好吃的 這個也蠻好吃的 你要不要吃 嗯 很滿 因為這個吐司 是烤一點點 所以這個上面啊 有一點是醉的 但是這次裡面 滿鬆軟的 重點是 這個土這麼多 蘭美乳酪的那個醬 這個蠻好吃的 就是有一點點甜 然後又有一點甩 然後這邊的糟白鮮奶茶 蠻好喝的 我很喜歡這個 有時候 只有點這個 我覺得這樣的一道餐 完美的早餐 第二間是 在西門町的天天裡 這邊的乳酪飯很好吃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帶我去這邊 我很喜歡到幾乎每天來到這裡 然後這邊有 半熟的湯 放在這邊 很好吃 很配耶 是小小的一間 每天都客滿的 哇 這次才發現 可是這個是 乳肉上面 有黑胡椒的感覺 有一點那個 黑胡椒的香氣也在 肉有一點甜 然後這個蛋 超肥的 日本人一定喜歡的味道 好 第五間是 大衛豆花 這邊 在大安森林公園那邊 附近 然後我以前 去玉米水上的時候 常來這邊吃 以前 然後我 豆花就是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後來 來到這邊吃之後 就馬上喜歡上 豆花 然後我剛剛點的是 玉米豆醬豆花 很特別吧 這邊是玉米超好吃的 然後我加點 蚊蕙還有 綠圓 這樣子 好 吃到吃 好吃 好吃 還是玉米 有一點點甜 然後 豆花的 超好吃 一直吃的話 真的很好吃 不會太甜 所以你 不太會膩的 感覺 這個豆花的雞蛋 風感是 有一點不一樣的 但是那種很像 豆腐 一定要軟軟養 這個是不是 一種融化的感覺 好 卡路 等一下要去 我剛剛講的 三個月 吃了六十次的那一家 我最近最愛的 六十四次人 太誇張了 誇張是沒錯 我也自己覺得很誇張 那是真的 看喔 從這邊開始 因為一個月真的 二十次以上 這三個月了 那換這 我們走吧 來 來了 這邊是專說中的 表心肌肉飯 剛剛我們排了三十五分鐘 這很久 每天都這樣 客人差不多的 這好像是在台灣 叫做海南雞蛋 但是這也是一塊一塊 然後有配菜 這個豆腐 蛋好 什麼東西 我吃了那麼多菜 我覺得超好吃 你每天在家 都是這個反應嗎 會 很嫩的雞肉 加一些辣椒 超讚 很配 超好吃的 那這個辣椒啊 真的很爽 越多越好 然後雞肉這麼大 一塊 加一些菜 我覺得蠻簡單的 所以我都選這個 那我也不想辦 最後一件是 牛肉麵雞湯 我之前啊 也沒有那麼喜歡牛肉麵 因為對我來說 有一點淡的口味 跟拉麵比起來吧 然後找到這裡之後 對牛肉麵的印象 完全改觀了 這個是很濃的口味 來吧 來吧 我覺得跟其他牛肉麵不一樣 真的有一點點的辣味 然後 套餐 湯 這邊肉 超大一塊的 超爽 很美味 真的很嫩 然後這邊啊 之前是在市民大道那邊 然後最近拌到這裡 還是有超多客人 我們剛剛也點了半個小時 我們剛剛講了什麼 這個辣椒醬啊 還有油辣油 還有菜 我覺得更好吃了 而且這邊的麵 可以選兩種麵 就第一個是 稻草麵跟還有細麵 還是覺得稻草麵比較好吃 很輕 我覺得這裡牛肉麵真的最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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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